這碗豬肉來吃吃牛肉好了 牛肉麵是臺灣的美食代表之一 他有一些湯頭跟真材實料的牛肉 其實一碗下來並不便宜 但是在桃園的平鎮區 有一間餐廳一碗牛三寶麵 只賣八十元 沒有幾片 而且是超級多 不是只有幾片而已 連麵都快看不到了 每天限量兩百碗 當地民眾還有各地的饕客 慕名而來 常常還沒有開門 外面就開始排隊 牛腱 牛肚 牛筋 鋪好鋪滿 多到快要掉出來 再撒上青蔥提香 熱騰騰的牛三寶麵上桌囉 那好多 濃郁香甜的紅燒湯頭 搭配Q軟入味的肉塊 一碗用料超實在的牛三寶 老闆佛心來著 竟然一百塊有找 每天限量兩百碗 經常還沒開店 就吸引顧客上門 一排一兩個鐘頭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麵八十塊 已經算很便宜 不同於市面上 一碗動輒上百元的 牛三寶麵 桃園市平鎮區這間餐廳 一碗卻只要銅板價 會這麼便宜 全是因為老闆的本質 就是在市場賣牛肉 自己的新鮮牛肉 自己煮自己賣 再加上用的肉是邊界肉 才能夠壓低價格 邊界肉就是牛腱跟樂條旁邊的部位 因為缺乏賣相和市場的賣價 所以成本較低 老闆說邊界肉原本都是自己吃貨送朋友 後來發現拿來做牛肉麵的口感相當不錯 就把本來要當牛肉倉庫的地方改成餐館了 賣牛肉的老闆斜幹賣牛肉麵 無心插柳 卻讓肉多價廉的牛肉麵 飄香在桃園的巷弄間 記者王怡婷 謝祥玲 桃園報導